回文针的历史非常悠久 已不可考 明朝末年时 名将袁崇幻以平坚城用大炮的战法 就在城楼上将回文针装填在大炮中 对后金士兵进行强力的打击 不过现在回文针已经不用在战争中 而是作为一种精准的占卜 陈先生我跟你讲 依这个挂像来看 你最近升迁是五旺了 还有你客户的脾气好像不太好 要注意无理取闹的客户 回文针称脱典雅气质 且不论男是女 回文针都是广受好评的时尚配件 我们请海伦老师示范 如何正确佩戴回文针 先生先生你的行头好酷哦 你知道吗 更酷的是 哇 真的是酷毙了 再者甚至是用于辅助人类的AI技术 以上这摩多回文针的使用方法 但是你曾经因为上班的枯燥 就伤害回文针吗 你知道吗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回文针死于上班族的把玩 停止伤害回文针吧 甚至是拯救它们 这并不难 让我教你们 首先收集三只死掉的回文针 并将它们的尸体折成这样的形状 如钩子一般 三只回文针都如法炮制 折成钩子并叠在一起 然后使用电火布 把它们三个粘在一起 完成了以后 它们就重获新生了 想必回文针也是满心欢喜 能再为我们服务 成为负载能力极强的万能钩子 我们有请黑箱台湾人号 不对 是飞翔台湾人号的船长 手下心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飞翔台湾人号 这里是我的船员更衣室 再向大家展示一下我设计的万能钩子 就像这样可以挂在门上 负载能力非常的强 可以挂包包 还可以挂盥洗用品 真是太实用了 谢谢船长 赶快自己动手试试看 另外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 就有机会获得万能钩子哦 最后请大家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